《蝉蝠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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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座位於台北市公館圓環東側 深藏在台北都市中心的百年山城 自古以來 蝉蝠山特殊的地理位置 造就了它豐富的歷史脈絡 台北有一個公館 這個公館據人家現在一般的研究 當然有很多種解釋 不管怎麼講 既然有個公 就表示說它不是一個私人的建築物 當時的劉公盡也從這邊 進到台北盆地 一分為三 但因為這邊水源很充沛 所以日本人來了之後 就把這個地方變成農業試驗所 跟產業改良場 以前這個大樓就是農事所的大樓的人 我是民國四十五年十二月二十五號來 一共在農事所做了四十幾年 這個馬路的下面是水鍋 以前在柳豐鎮 當時那個水是非常的乾淨 清澈見地 猶豫可塑 小孩子也堅決游泳 整個蟬除山的地理位置 就在台北南區的一個門戶 國民政府撤退來台之後 沒多久發生寒戰 那時候台海的局勢 非常非常的緊張 所以美軍就在 現在公館圓環這一帶 來成立了美軍十三航空隊 那專門就是來幫 國軍把蟬除山的這個 空軍的作戰司令部把它設立起來 我是湖南居州市人 民國三十八年 我就跟著部隊一路到了台灣 泛民形成的來歷 是當時軍人來到台灣以後 沒有地方去 那個時候的空軍的最高長官 總司令就是徐犯生 去了他一個犯 然後卓陣司令部的那個司令 好像他就有一個名 所以就犯名兩個字 他們兩邊去的前 建造了這個鑽村 就沒有地方去的軍官 或者是士官聚居而用的房子 國民政府來台後 大量空軍的進駐 也促使了眷村成行 福南我老家子一養 我結婚到這裡二十一歲 都已經到八十八十了 我們曾經花綿先生 不叫花綿先生的 叫柯南先生 柯南町村 柯南醫生 柯南家村這樣子的 因應《眷改條例》 2011年 煥明新村三十九戶全樹搬遷 他們有了新的家園 對於禪廚山聚落的情感 卻從未消逝 屬於眷村的年代落幕後 繼續陪伴著這座山端的 是身為非列管眷村的自立營造戶 這間是客廳 中間那個是房間 中間是房間 那個角落擺個衣櫃 這邊就架子燒飯 這邊有空的 空的我們就洗澡 還有自在水管在外面 我們提水回來燒水在那邊 《眷民新村》的自立營造特色 它其實代表是居民 它不是群的所謂的找建築師 或找特定的工班來做營造 它的一個很特別的建築的特質是 依山而見 而且非常緊密 所以打開窗戶的時候 你看到是後面的壁體 山坡壁體 然後這種坡坎的壁體 就會跟建築群集合在一起 2016年 禪廚山被台北市政府 正式公告成為文化景觀 從禪廚山這樣子的一個 當年就是面臨到房子要被拆除 然後居民要被趕走 一直到現在變成 台北市最大的文化資產之一 在這個過程裡面 台北市文化局是付出了 非常多的人力跟物力 來做這個地方的保存 在民間政府與學校多方的協調與努力之下 這座山城正在書寫它的全新篇章 這個空間變成一個重要的展演空間 就是我們對外說明什麼是禪廚山 什麼是壁眠新村的一個重要的空間 因為禪廚山這邊有一個層次 是跟當時的農業歷史有關係 所以我們特別開發了一個計畫 叫做輕盈農進駐方案 我們邀請了四位老人家 住進到我們的壁眠新村裡面去 然後同時間還可以提供它過往的 在農事所的一些資料 我自己覺得禪廚山這樣子的一個活的聚落 它其實可以給台北市未來發展 提供一個不一樣的想像 包含說怎麼樣與人共好 怎麼樣與自然共生 這個是我們可以在禪廚山 體現的一個價值 如今被完整保存的壁眠新村 承接了文化傳承的使命 將帶著眾人的記憶與對未來的期盼 呈先其後繼續前行